蓝银公投全面溃败 领军的朱主席和战斗兰去了炮口对外 对台湾的民主是多大的伤害 因为公投已死 当民主党打出蓝绿对决以后 这个选民就是 这个他的选民 就真的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了 检讨民主在外选民 蓝银言论IP走偏锋 网友留言要朱立伦说对不起 还要他辞党主席 不然永远检讨他人主席还要当吗 国民党大咖言论不知反省 也凸显蓝银路线以及战略问题 明明将其承认内只推两个公投案 朱立伦却喊四个同意 光是重启核四 就让地方诸侯不愿跟进 更凸显党和侯友宜 卢秀燕等人分歧 朱立伦定调对执政党不信任投票 更升高蓝绿对立 战斗篮另立三投 也被认为是败英之一 中投是他的集中考 我们就要把他弹掉 让他不及格 和黄世秋绑紧仅基金言论 却多次引发争议 战斗篮成员出称党内诸侯 更引发内后 台北 新北 陶宇我们都去了 效果也都不错 这怎么是雷胜大雨 想说雷胜大雨也大了 每一个人都要来深刻的检讨 国民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全都是输家 公投全面落败 凸显蓝银多头马车困境 以及路线之争还没有解 更重创朱立伦的领导微信 307公共线红旗 陈彦豪台北同卓道